主席 還有我們所有在場的委員 以及我們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今天呢 這個我們的主席一直在講 說我們今天是要審都更 所以各位不要一直在就福茂做文章 那都更跟福茂完全無關嗎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蘋果日報的報導 這個福茂過 轉手入客 炒房團吹噓招生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呢 其實已經有所謂的福茂的炒房班 他開班授課 傳授炒房投資者 怎麼樣搶得先機 等到福茂協議通過之後 就將投資的標的轉手給入客 入資 所以福茂協議呢 協定看起來好像跟都更沒有關係 但事實上這兩個是連結在一起的 那我們再來看看福茂跟這個所謂的都更 我們這兩個重大的法案都是在我們張慶忠委員來當趙薇 來主審 而我們看看今天的我們的趙薇他跟中國的關係 我想這個部分已經在媒體已經揚揚揚揚揚已經報導很多 你不只是擁有這個中國的高爾夫求證 而且滿抽屜裡面的所謂的台商的名片 那當然這裡呢你可以講說這無關 但是我想這裡面已經有牽涉到是不是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那你身為這麼多家建設公司的董事或是股東 卻來審都更 所以呢依照我們的立法委員的行違法的第四條裡面 非常清楚的規定說立法委員應該努力貫徹值得國民信賴的政治倫理 如果有違反公共利益或是公平正義原則的話 應該以誠摯的態度面對民眾勇於擔負政治責任 請問因為你的30秒的黑箱造成這麼大的人怨 民怨造成這麼的學生佔領我們立法院已經今天第14天 造成這麼多的學生的受傷以及遠景的受傷 這麼重大的一個慘痛的代價 誰應該負責 不是你今天忘了利益迴避的立法委員的趙薇 你應該負責的嗎 難道你不應該依照立法委員的行違法的第四條 去誠實地面對民眾 勇於負擔政治責任 來向人民道歉嗎 再來看看我們的立法委員的行違法的第十二十條裡面規定非常清楚 立法委員行使職權所先設或辦理的事物 因其作為獲取前僑所規定之利益者應該要迴避 二十一條規定說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的時候 不得為私人承諾或給予特定個人或團體任何的差別待遇 那立法委員行使職權具有利益迴避情勢的義務的話 應該迴避審議跟表決 所以並不是沒有法 是我們完全藐視我們自己所定的立法委員的行為法 然後完全不迴避 甚至不肯為這樣的一個不肯利益迴避的行為 所造成的這樣的一個重大損失 不肯道歉 我想我們新政委內政委會應該要共同譴責 謝謝 謝謝